自成鼎鼎师父三拜 礼佛一拜 请坐 翻开八十二页 倒数第三行 八十二页倒数第三行 三藏者 我们常念 愿消三藏出烦恼 那么什么三种障碍呢 这个障 就是会障碍我们成就无上菩提 哪三种会障碍我们无上的菩提 在菩提道上算是一种绊脚石呢 第一个叫做烦恼杖 这个烦恼就是莫名其妙的起无名 也就是对人生宇宙迷惑 不懂得真理 因此啊 莫名其妙的 有原因也起烦恼 没有原因也起烦恼 没有人离你 也自己在那边发脾气 起烦恼 睡觉的时候做噩梦 也起烦恼 这个烦恼杖 就是所谓的一种梅智慧 一种迷惑颠倒的众生像 这烦恼杖 那什么是业障呢 这个业障就是起贪嗔痴 只要不顺自己的心呢 他就起贪嗔痴 业障 其实业性本空 我们因为不了解人生宇宙的究竟真理 以为有一种真实的东西可以贪 贪不到就起称恼心 那么时时刻刻没智慧 就是愚痴 所以这个贪嗔痴 不顺真理之心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业障 业障 那么这个暴障呢 也就是说 我们有了烦恼杖的无名 起了贪嗔痴 那将来就一定要受果报 烦恼及无名啊 一名为祸 祸就是无名 无名就是迷惑 换句话说 为什么要学佛呢 因为众生的迷惑颠倒 就是于理不明 这个理就是无生的理 由于众生都不讲道理 也不懂得人生宇宙的真理 那我们有真理 也就是贪嗔痴 不明这个世间的真理 就起贪嗔痴 忘记各种不顺理之心念 看小字的 欲灭各种不顺理之心念呢 先些了之世间一切诸法 都是如梦幻泡眼 细节是苦的 万法本来就是空 是无常的 也是无我 没有真实体 我们这个色身呢 在阿含经讲的 用四大海水啊 也洗不干净 我们这个色身 这个色身呢 不是大便呢 就是小便 所以如果说 我们很贪婪这个色身呢 到以前呢 古时候那种厕所 现在这种化粪池啊 现在这种厕所比较干净 以前呢 我回到这个故乡啊 这个林 四湖乡这个林错村啊 那种厕所啊 哎呀 那那个真是刺激啊 真是刺激 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呢 因为啊 只有定两块木板 这两块木板呢 前一个拉下去是黑的 第二个拉下去是黄的 第三个是腹穴 再下去的是硬块硬块 像羊的大便一样 一块一块的 所以各个都有 散开了 然后啊 哎呀 这个我们说 到夜 蒸蒸日上啊 那种气味是蒸蒸日上啊 进去的时候啊 实在是要先 因为没有氧气面罩啊 所以啊 那种味道啊 很不好闻 很不好闻 尤其那种吃辣的啦 特别啦 口味重的啦 那么味道也浓 吃蒜啊 吃葱啊 味道也特别的浓 所以那个一进去啊 实在说不了 这个色色呢 实在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 那么美 所以什么是佛法呢 就是早日看透它 早一天看透 什么叫佛法呢 就是把生命的真相 弄得很清楚 不被迷惑 这个就是佛法 这贪嗔痴 这个山毒 无由而起 也就是由贪嗔痴 烦恼之心 所作之沙盗盈等 而是固名为业 这个业 就是一种种子 一种习气 一旦形成了 那没有办法控制 其业已成 则将来必定要受地义 恶鬼畜生之山土恶报 三土恶报 在这之后啊 我有一天呢 有一个 这是二十年前 有一个居士呢 南中的居士呢 在师父呢 要去办一件事情 结果在中途啊 看到 那个时候 大概在 四围路的一个交叉口 那个地方 结果呢 路过那个地方 前面有一辆车啊 起冲突 哇 那个人啊 那个人很凶恶 非常非常的凶恶 哎呀 这当场看到 看到啊 吓一跳 这交通事故嘛 就叫警察来量一量 处理一下 哇 后面呢 打开那个后车厢啊 家伙都亮出来了 棒子什么 棍棒通通 出来了 在我们这看起来 哎呀 吓一跳 这个野儿 就算一定 插状 叫警察来处理嘛 看谁不对 就谁赔谁了 还有保险工资呢 干嘛要闹出人命 这个我就发现 佛讲的这个 真的是真理 一个人啊 习惯于那种 大哥的心态啊 动不动就动刀 动枪啊 那个已经习惯了的时候啊 啊 但没有什么道理 好讲的 碰到 那个就是衰 今天呢 新闻报道的很严重 云南省这个空明啊 他们是在 空明啊 这个空明火车站啊 前面啊 一群暴徒啊 好几十个 拿了刀啊 见人就看 连小孩子都不放过 空明 云南省的空明 今天报道的 砍死了三十三个 三十三个 见人就砍 见人就砍 所以 打开 哇 吓一跳 全部都是血啊 整个 空明那个 火车站 接到 全部都是血 你就知道 人的心呢 可以做佛 就是那一年 嗔恨心起来啊 莫名其妙的 就 就被砍伤了 砍死了三十三个 那三十三个 怎么死的不知道 受伤了一百多个 那尸体是一具一具一具尸体这样子 有什么深仇的答案 没有 死的莫名其妙 你就知道 人的心啊 会可以成佛 这样子 你想想看 怎么不会躲三恶道呢 莫名其妙的砍人杀人 那这个世界要是没有果报 那说得通吗 接下来 谈则 渐静而兴起 爱乐之味 欲见的众生 都是因为盈欲而生 盈欲 由爱 执着而生 所以 说盈欲不断了 生死难了 盈欲不断了 念佛也不得力 荫光大师说 如果能够把这个射身 还有别人的射身 看透 看清楚 从外 到内 一一地观 地 就是真实的观照 意思就是 叫你要看清楚一点 这个射身 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美好 你就会发现 当你透视它的时候 见到身体的真相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厌恶的 折 但见 垢 就污垢 汗 就是流汗 涕 脱 流鼻涕 脱 脱液 你分析一下 这个射身怎么构成的 那么就是头发 毛 爪 还有牙齿 再分析一下 里面的是骨 骨子连肉 肉都连一些浓血 血管上布满浓血 接下来 五脏六腑里面 藏的是什么呢 大便 小便 粒 臭 同 死 汗 清澈 污辱清澈 就是污垢 肮脏的意思 而谁依此物啊 有智慧的人啊 怎么会对这种东西 一直生这个贪爱心呢 贪爱心呢 贪爱 既喜啊 则心地清净 以清净心呢 念佛名号 如肝 受和 这个肝 这个肝就是甜味啊 甜味啊 我们知道 心酸 咸 苦 肝 这个称为五味啊 说五味杂陈啊 就像这个肝啊 受和 就是任何的东西 跟这个肝味啊 一货在一起 就觉得好吃 如白 受彩 这个彩 就是颜色 我们用清净心念佛 那么任何一种境界啊 都可以活得很超越 很快乐 所以什么是佛法 就既现实又超越 既超越又现实 这个彩就是颜色 以阴地心 弃果地绝 事半功倍 利益难失 在这中央啊 现在的人修行啊 越来就越困难了 真的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的污染的 这个 机会就越大了 连这个三岁小孩子啊 都玩那个什么 iPad iPhone啊 然后那个电影啊 都是这样演的 暴力啊 色情啊 爱情片啊 它是票房的保证 你越暴力啊 像滴滴写这样 斯特隆 或者是阿诺 这个就是魔鬼大帝啊 那个电影越暴力就越多人看 暴力 再来啊 就是色情 在我们这个电影以前呢 就是小说 就是小说 一些色情的小说 那么色情 暴力 爱情 现在连续剧 都是这样子的 连续剧都是这样子的 要不然还有什么好演的 是不是 就是啊 现在最近呢 金秀贤啊 这个钱志贤啊 那出去来自星星的你 我是看《新龙报》的 我不看这种的了 偶尔看一下 思想对你们比较有好的体材讲 我不对这种东西没什么兴趣了 外太空来了 然后也跟钱志贤谈恋爱 除了这样子以外 还有什么体材可以谈的吗 没有 没有 人们就是要期待 每天都要期待 那个情节 那个接下来的情节 就是这样子 到演到最后 不是 不是也空吗 所以冷静一下 凡所有下都是过目的因缘 如果你懂得道理 当体就是大极灭法 并没有这个东西 接下来 一切众生都应该改一改的 这个讲到称恨性 印光大师说 这个称恨性要不得 也很可怜 因为这个是素式的习性 内心里面常常做这样的观想 说我现在已经死了 我这个设施不过一个尸体 任彼刀割 或者是乡徒 以我无干 所有不顺心之见 都做这样的观想 我的人已经死亡了 所以便无可起称恨心 因为大家很正确的了解 大家将来会不会死呢 是会的 一定会死的 你现在就观想 你已经躺在棺材了 你已经躺在棺材了 尸体也躺在棺材了 那你现在碰到一些 很不如意的事情 观想一下 你已经死了 你能起来跟人家大小声吗 不会 所以肉体已死 无名我心已死 无名妄想心已死了 那么称恨心就起不来 这个就是如来 所传的三命法水 普习一切众生之结业者 那么你也称恨心呢 容易堕三恶道 非光 智出心才 忘了所也 这不是我印光 自己别出心才 而忘了我自己编出来的 乃是诸佛在三的欠借 不要有称恨心 所言称恨心 乃是素质的习性 经济之有损无益 主要发脾气 暴怒呢 就是赔本的生意 一 你没有人格 二 你的好朋友 会渐渐远离 你的亲戚 也会渐渐远离 接下来 既既之有损无益 一切事当前 都以海阔天空之量容 那之 则现在的宽宏习性 即可转变树生 甚至贬载 贬载就是狭小的 凶量的习性了 所以 师父还是一句话 尽管度量放大 纵然你吃亏了一点 但是你培养了很多的福报 一个人一辈子都不肯退让 不肯吃亏的人 是很没有福报的人 福报是从吃亏一直累积起来的 当然你要用智慧 有的人吃亏太严重了 财产被过户了 那不包括在池内 所以还是要用智慧 所做自己的财产 我指的吃亏是一般 他不加对质 这个称恨的习气 就越来就越重 越来就越增加 其害就非浅 成形的气 对别人也没有什么益处 对自己又有损害 为什么一定要发脾气 跟一般过意不弃呢 常常起称恨心的人 情的话至少心意烦躁 越说就越气 越说就越跟自己过一步去 我们起称恨心 别人还不知道 晚上又更睡不着 何苦呢 所以最笨的人 就是起称又去恨别人 别人不一定让你恨得到 但是你受苦的是自己 如果称恨心太重的话 重的话会伤肝 同时会伤害到你的眼睛 因此你的肝脏不好 你的眼睛不好的人 就千万脾气要些好一点 不要一直起称恨心 这荧光大师说 称恨心太重 重就会伤到你的肝 而且会伤害你的目 目就是眼睛会受伤 我们不要 其实起称恨心 其实在跟自己的清静心 过意不去 是最笨的 是令心中 常有一团太和元气 太和元气 说什么叫做开悟 人人好 叫做开悟 大家都好 这个团体好 就是我好 你们大家好 就是师父好 一个人 一定要先学习 在这个团体里面融入 主要有修养的圣人 是把这个心融入整个团体 那么凡夫 是在大众当中 太凸显自己了 没有一团太和的元气 就讲起话来 狂妄 骄傲 那么这个人 一辈子都跟疾病 会牵扯在一起 那么如果是一团和气 那么疾病就会消灭 而且会征服 征受 从就是大 大大的增加你的福报 大大的增加你的寿命 所以 嗔恨心实在是不值得 伤干 伤目 伤别人 又伤害到自己 愚痴的人 并不是说全部都没有知识 就是愚痴 乃是指世间人 对于善恶的境远 不知道 这个都是树氏 树叶所遭感而来的 现行所感 万为无有因果报应 因为众生没智慧 没有佛的 伯乐智慧 还有神通 所以看不到前世未来 就忘说 一切根本就没有因果 这通通是编出来的 根本就没有什么前生 后世 这个都是骗人的 就反乎都这么说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一切众生 因为没有会目 智慧的眼睛 不是指断 断就是断灭剑 人死了一了百了 什么也没发生 这个叫做断灭剑 不晓得我们的灵魂 长存 灵性还是一直存在 肉体虽死 灵魂还是存在的 那么不是指断灭 要不然就是指常见 常见就是 我这辈子做人 下辈子还做人 我常常做人 我永远做人 干了坏事的人 说我二十年后 还是一条好患 直断则 什么意思呢 是说 人受父母之气而生 卫生之前 也本来没有任何东西 到了人死以后 这个形体腐朽了 灭了 魂也飘散了 有什么前身 有什么后世呢 此方 拥须虚之辱 虚就是荒废的城市了 虚之偏向 为俗里所居的一只辱者 拥须之理 拥须之辱 意思就是说 心胸狭小的辱学 多做这么说 只是常见的外道 意思就是 人啊 生生世世都可以做人 那么狗 生生世都做狗 猪啊 生生世世都做猪 而不知道 这个业呢 是由心所造的 我们的形状 是会改变的 你的负面能量 越多 干得杀到盈望 诚恨心 负面的能量越多 你的形状 就会变得越丑陋 比如说 你现在人好好了 对不对 如果你不修行 就用一个人身 去换一只畜生 那再更可悲的呢 如果你很吝啬 有的人真的很吝啬 吝啬到 宁可冰箱 自己的东西 要放得让它坏 也不硬 你拿出来 大家共同分享 共同分享 所以啊 一个人越执着 他的身体啊 越变就越丑陋 越丑陋 因为他负面的太 太强了 太强了 行随心转 在这之外 不要讲行随心转啊 讲你的面相就好 有个姑娘啊 四年前啊 他那个婚姻啊 暴力啊 那个老公啊 吸毒啊 心情非常的不好 一天到晚向他要钱啊 钱都快被花光了 我见到这个姑娘啊 我见到这个姑娘啊 她那个脸呢 忧郁 困惑 现在好了 这一两年呢 离婚了 哇 那个脸呢 完全 像乌云呢 拨开来啊 见到了阳光一样啊 笑得很灿烂 所以一个人呢 这心情不好 他这个前身呢 就会受到影响 包括他的面相 所以修行人 他这个面相啊 是越来越好看 越来越庄严 所以四十岁的人 要对自己的面相 庄严 修行啊 二十年的人 要对自己的身心呢 一个交代 要一个交代 像这样子啦 我们就举这个例子来讲 就是说 面随心转啊 行也是随着心在转的 古时候 印光大师说 古时候 极毒的人 当身就会变蛇 极暴怒的人 当身就会变虎 当他这个业力 和猛力的时候 善能变其形体啊 何况死后啊 生前啊 似谁夜迁之转变呢 是以佛说十二因言啊 乃是贯通三世而论的 有了迁因 必敢后果 有了后果 就一定可以了解 他的前因 善恶之暴 祸福之灵 灵就是灵门啊 乃是自作自受啊 非至天降啊 所以我们晓得 上帝要创造天地万物了 这个道理是很难讲得通的 今天的战争啊 瘟疫啊 每个人啊 面相不一样 高度不一样 对不对 有的人一出生啊 很丑陋 很矮小 有的人一出生 哇 壮硕啊 戴起太阳眼镜啊 酷壁的 帅呆了 是不是啊 有的人 他的果报就没办法 所以说啊 这是乃是自作自受啊 不是什么 上帝创造的 上传给予的 都是因为自己的业力来的 天 不过因其所为而主之耳 天地 存在这个天地万物呢 不过是因为他所为之业 他所造的业 而主 主就是报应之处啊 好像天地在主宰 事实上是你造业 敢得了业报所来的这个环境啊 身是寻缓 无有穷极啊 唯有佛法能了生 了生脱食啊 也唯有佛法能够让我们得大自在大解脱 以父本心 以了生死者 舍信念念佛 求生西方 不可得 贪嗔痴善 为生死的根本 我们现在 深信 切愿 如实的修行 好好地念佛 好好地行持善业 信念行 这是了生死的妙法 一舍比三 舍比三 舍三称痴 虚修此三 信念行 这三个信力 愿力 行力 得利了 那个贪嗔痴 比 贪嗔痴 三 自然就灭亡了 就不起贪嗔痴了 所以用一句话 作为体贪嗔痴的人 那么不符合佛弟子的条件 佛陀的弟子 正信正念 一定会怕 我们这个形状将来会被转掉了 转得变成多三个道 畜生生了 如果你下辫子很想得到更漂亮的 更庄严的极乐身 那唯有好好的行善 记得度量放大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很重要 不是自己的事情 跟生死没有关系的事情 不要无缘无故的一直介入人家的立场 因为你不是别人 你一直介入别人的立场 那么有时候会弄得不愉快 除非我们有智慧力 是真的有能力去处理 可以想要去帮助别人 所以人最大的痛苦 烦恼 是常常自己了不起 认为自己可以做别人的老师 这个会烦恼很大 因为每一个人的立场不一样 你的好意 孩子要收敬一下 看对方能不能接受你的好意 不是说我是一片好意 我是一片真心 一片真心 举个例子来讲 前一阵子 老了一个女孩子爱上了一个男孩子 她的爸爸她的妈妈就是非常反对 这个男孩子跟我这个女儿交往 那么这个女儿上班赚钱也很乖 那么回到家也很乖 可是她爱的这个男孩子 爸爸妈妈都不喜欢 非常的不喜欢 爸爸妈妈的角度就说 我为你好 我为你好 后来这个女孩子看不开 因为一直烦恼 一直烦恼 后来就自杀 死了 死掉了 因为她需要 在这个节骨炎上 她认为男的 她夺走了 她的真爱 她活下来 没有任何的意义 当然就是很傻了 因为没有听到佛法嘛 不能自杀嘛 所以有时候记得 爱对方 关心对方 不对的时候 时间空间不对的时候 就会变成互面的 因为你的爱 而变成对方的压力跟痛苦 因为你没有用智慧真实的去爱他 不能体谅对方的立场 和痛苦的时候 你所表现所有的好 对对方来讲 是一种毒 因此 我们活着的时候 要关怀对方 要先观察 彼此是不是能够 让对方接受 我为你好 每次都是这样 我为你好 我为你好 爸爸很凶悍 我为你好 我为你好 两年前有一个高中生 一个高材生 这个高材生的头脑非常的好 那妈妈很关心他 这个爸爸非常严厉 非常严厉 因为就是读一流的学校 一流的学校 高中大学是绝对没问题的 他爸爸一定要让他上台大 每天打妈 后来有一次模拟考 考不好 考不好 回去也打妈 这个孩子压力太大了 太大了 有一次因为实在是没办法 请同学帮忙一下 作弊了 被抓到了 这个爸爸妈妈气到不行 这个孩子 爸爸妈妈还来不及气的时候 从十二楼跳下来 无法承受的痛 无法承受的痛 我讲这些例子 就是告诉你 什么就是有智慧的人 在对的时间 做对的事情 在对的时间 对的空间 做对的事情 我知道你很关心 你的四周围的人 但是你的关怀 是会不会变成 对方的痛苦的压力 你自己一定要衡量 自己一定要冷静 这个拿捏进退 很重要 一定拿捏不对了 就会闹出人命了 就会闹出人命了 师父就是用 有头脑有智慧 我这个关心 我看他一直在排斥 我们的关心 变成他的压力 对不起 关心就到此为止 关心就到此 因为再下去 他不能接受 讲这个 也是佛法的一部分 你就知道 这个世界不好拿捏 接下来 所愿疏悟纠缠 无法摆脱者 正当纠缠的时候 但能不随所转 心一定要保持 如如不动 保持如如不动 所以佛陀说 要用真心修行 不可以用妄心 但能不随转 也就不着劲 这个天地万物 发生什么事情 跟我们生死没关系 也就是急于纠缠 当下就摆脱 为什么会纠缠不心 是因为你的妄想太重 你一直想去干预对方 那么你就是一直纠葛 一直纠葛 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活在自己的标准线上 我们希望每一件事情 都一种很完美的 一个假想 可是这个世界 知道 你只要有讲到像的东西 它就有遗憾跟欠限 这个是全世界宇宙 都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你希望一个团体 都百分之百的 完美 It is impossible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来到娑婆世界 就是遗憾 它是业力来的 它是一种遗憾 它是一种缺陷 唯有清净自信 是一种圆满 所以你讲到这样的东西 不管怎么样 都会有一种遗憾 但是如果你能够离一切下 这个遗憾没有 纠缠不清的妄想也没有 学习不干预别人 这是一件重大 而且修养智慧的法门 再讲一遍 学习不干预别人 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修养 路竟照相 向来不拒 向去不留 若不知此意 重令摒出书物 摒弃这个书物 一夫事事 仍然都是 皆是善忘心 我们如果用这个忘心 每天就纠结在一起 纠缠坚固 不能洒脱 也不能解脱 也没办法开智慧 为了某一件事情 一直纠缠自己的忘心 别人没办法代替你受苦 所以所有的忘心 都是让自己痛苦而已 所以学佛的人 就是善待自己 很懂得对待自己的这颗心 如果你很有自己 好 从今以后放下 那个人好患 以我生死无关 那一切就解决了 所以邪道之人 必须要数位而行 数位就是 用我们现在来讲 就是无所求而负起责任 叫做数位 数就是纯节 纯节 那么就是在其位 某其职 但是也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 而无所求 尽其之分 如是则终日俗物纠缠 因为你放下了一颗忘心 不会被妄想心拖着走 种子逍遥物外 所以一句话 过得开智慧 解脱 是你那颗智慧的心 你要让自己活得很痛苦 那就每天去干预别人 你就一定会很痛苦 你每天想去改变别人 这个保证你痛苦不堪 所以经典有一句话 用翻译成白话文 就是你想过得很痛苦吗 很简单 你每天想去改变别人 你就会活得很痛苦 你就一定会活得很痛苦 为什么 立场不同 时空不同 每一个人的成熟都不同 你如何去改变他 改变别人 不如改变自己 对不对 有智慧吧 就是这样 中之逍遥法外 教会逍遥物外 就是所谓一心无助 只要你用真心 以法 一事 人是十地无所助 万经俱贤 本贤 六成不恶 世神向外出发 没有什么不好 还同正觉 简单讲 就是如果你善用 你那一颗真心 一心 无所执着 不甘以别人 学习尊重他人 牢骚不要那么多 抱怨不要那么多 意见不要那么多 万经俱贤 六成不恶 还同正觉 此之未也 所以 在尊重一个团体 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这里设定的规矩 你就是这样遵守 也许造成你这样不方便 比如说 我比较喜欢晚上洗澡 就举个例子了 我不喜欢中午 可是呢 我们的导长就说 你要中午洗 好 为了这个团体 我就中午洗澡 也很快乐 有的人他一定是要晚上洗 有的人一定要中午洗啊 对不对 有的个人坚持不一样啊 坚持不一样 像我每天一定是两点到三点啊 就是洗澡了 大部分是这样 可是有的人他不会这样这么早 他认为这么早啊 晚上还在洗一次 麻烦 一定要到睡觉以前 才去洗澡 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我们尊重 来到这里不一样 来到这里不一样 师父叫我 聊掌叫我 这样规定 中午洗 我用欢喜心的中午洗 团体好 我就好 我没意见 所以这就诸位 你如果把自己弄得很有修养 你到哪一个团体去都是一团和气 你很容易解脱自我 也很容易去融入对方 那么你所到此处都受人欢迎 受人欢迎 但是并不是说你的建议 suggest 你的建议 我们就会漠视 不会的 你对这个团体有所建议 是理性的讨论 不是盲目的抗争 是理性的讨论 法的东西 大家可以在理性的接受的范围里面 冷静的讨论 你这个建议非常好 对我们这个团体有改善 那似乎一定是接受的 无理的吵啊 闹啊 那这样达不到目的 这样也不好 此之为也 接下来 欲令真知显现呢 当以日用云为 长期接照 不是一切唯理情想 战猛于心啊 常使其心啊 西明洞彻 如尽当台 随尽映现啊 但照清静啊 不随尽转 言就是美好 吃就是丑陋 无论是美好 无论是丑陋 都是空无自信 自比 这是他们的事 无论长得丑的 无论长得美的 都是他们的事 不关我的事 以我何干 来不一切 来也不要去执着 去也完全不留恋 既现实又超越 既超越又现实 若祸为理情想 稍有懵动 动念的意思 动到妄想 即当言以公志 脚出令尽 绝对不让妄想得成 众生一念呢 以佛无恶 由弥而为物 那么把全部的智慧得相 转变成为烦恼 业还有苦 我们的真心呢 本来跟佛是一体的 但是因为迷了 便众生 悟了就成佛 这个迷跟悟啊 就差别很大了 那么迷跟悟差别很大 就是迷悟疏 那么则苦乐意 佛呀 无量的乐 无量的喜悦 所以啊 我们一定要写佛 大慈 大悲 大喜 大喜 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是喜悦的 无量的喜悦的 不是苦恼的 所以当你了解生命的本质是喜悦的时候 你一直过着日子 哎呀 我告诉你啊 你就喝水也是甜的 当你充满智慧的时候 我也是甜的 任何空气也是甜的 我举个例子 像师父今天的心境假设说了 我到你家拜访 当然这是假设 我到你家拜访了 我到你家过夜了 你家如果说家族势必啊 能够遮风遮雨啊 有一碗稀饭啊 招待师父啊 说哎呀师父 我家真的很穷 那没关系 就打地铺呗 打地铺就好 这个 举个例子 现在师父的心境就是这样子 富有 贫穷 这个其实啊 个人的随业 我到你那边去 怎么样 我都会随喜的 不必在意啊 你有钱 没有钱的 师父的心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活得非常非常的快乐 也非常非常的解脱 是指一念 心性啊 本是智慧 功德海 有烦恼 障碑啊 没有智慧 照料 这前提啊 成烦恼 夜苦海 所以我们呢 很悲哀 把这个智慧搁着 统统用着无名烦恼在做事 所以我们 苦 来自哪里 来自一颗没有智慧的心 佛这样一直教导我们 所有的执着 没意义 所有的分别 也没意义 万法 本来就是空无自信 不要一直卡在某一种观念里面 来惩罚自己 我们对生命不了解 生命对我们来讲 是一种惩罚 我们每天都煎熬 焦虑 就完全 都是不肯放下 那一念执着 既以智慧结造之 这即烦恼夜海苦 成智慧功德海 何乐不回呢 所以华元经这么说 说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智慧的德项 但因为 一切众生都是妄想 颠倒执着 而不能证得如来的智慧 如果能够离妄想 颠倒和执着 这一切智 一切智什么意思呢 了物 内空 外空 一切法相都不可得的智慧 照见无印皆空 照见山河大地皆空 照见花巢树木皆空 整个宇宙 都是空相 无碍智 无碍智是指世俗智了 佛照间空以后 可以运用在世俗 所以佛陀很懂得 世间的圆容 圆满的智慧 世尊存在在这个世间 能够满一切众生的愿 也不离开人情 但是在人情当中 也不被束缚 也能够发善巧方便的 度众生 所以这个无碍智 又叫做世俗智 又叫做方便智 一切智又叫做根本智 又叫做空智 一切智是根本智 又叫做空智 无碍智又叫做世俗智 世地智又叫做方便智 所以佛陀很懂得方便 很懂得方便 记得现前 我们的心的本体 以佛不恶 所以佛令人念佛 以佛的威德神力的智慧佛 烹炼凡夫 夹杂烦恶获叶的佛心 被比烦恶获叶 细节世善削弱 为了清净存真之心 方可谓心即是佛 佛就是心 未到此地位说 不过是其体性而 体性就是不生不灭 所以说开悟见性 还不能了生死 因为还有种子跟吸气太强 所以你必须事修 若论相就是事相 以用就是利用 这完全不是 所以你必须面对境界 能够掌控自己的情绪 那么这就是真修行人 开悟还得要有利用 还得不坏事相 简单讲 真正开悟 必须知行合一 又变成证物 所以开悟跟证物不一样 开悟只见到本体 证物提相用具足 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念佛也是 阳气调整之法 也是参本来面目之法 本来面目即行即佛 何以言之呢 无人的心 长时间纷乱 如果能够自成念佛 这一切杂念妄想 细节渐渐地消灭 消灭的心 慢慢就归一 归一就是神 气自能就冲畅 我们说精气神 精气神 如不知念佛 是要习那个妄想 妄念 且是念之 你用自己下功夫念念佛 直接的心中种种的妄念 一直现前 一直现前 如果念了久了 那么当然就没有这种妄念了 那么最初 绝有妄念者 由于念佛之故 念佛就像阳光 照到这个室内 看到这个室内 哇 这沉了很多 阳光照进室内 可以见到灰尘 我们的心中念佛的阳光 照到你内心里面 就会见到妄念 那越念妄念就越多 慢慢慢慢慢慢 这个妄念就降服 由于念佛之故 方显得心中之妄念 不念佛 还没有显出妄念一大堆 这比一个例子 譬如我们房屋 一看 阳光没有射进来前 清净无尘 意思就是一般人 不懂得妄念 在深处 不知道 窗孔中透进一线的日光 其尘不知道有多少 屋中的尘 是由日光显露出来 我们今天心中的妄念 维系的妄想 由念佛 越念妄想就越多 慢慢慢慢 经过了一番的提炼 磨炼 妄想越来越少 如果常念佛 心之清净 孔子 孔子 仰慕 摇地 还有顺地 还有周公之道 念念不忘 孔子 见摇地 一更 这个更 就是菜汤的意思 比喻说 孔子 非常失念 摇地 摇地 他在喝汤的时候 就看到了摇地 见顺地一强 这孔子 坐着的时候 看到顺地在墙壁 同时在周公里面 梦见周公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招师 暮想 用一句 净土法门的话 叫做 义佛 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此常识意念 以念佛何意呢 佛以众生之心口 有烦恼 祸夜 自称 污染 以那么阿弥陀佛 祝佛名 圣号 领起心 口 趁念 如染香人 身有香气 念之久久 夜消智囊 藏进服从 自行本祭的佛性 至可显现 至可显现 接下来 圣人 一平天 天下 永太平 人民 长安乐 特作大学 这个古书啊 以 以事 其法 这大学 开章 就这么说 说大学之道 在明 明德 这个明 在当动词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了 开发 那么第二个明德呢 是本来 记住光明的德性 就是我们佛性了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清清明 在旨意至善 那么在明明德 就是我们讲的 在开发 我们原有的佛性 然本来的这个明德 在人各自本具啊 有无刻念 省察之功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刻制念头 也没有观察的功夫 那么这个本来的明德 被幻望 实意所蒙蔽 只要你动念 此时之力 本性就显露不出来 所以佛为什么叫你万法禁舍 不能显现而得受用 其明知之法 在于刻念 刻念之功夫次第 在于修身 振心 诚意 自知 自知 就是推一件事物 到达基点 这歌舞呢 歌舞就是推就事物的道理 推就事物的道理 叫做歌舞 穷就事物的究竟之处 叫做歌舞 舞者是什么呢 也就是随敬所生啊 不合天理 不顺人情 是幻望思欲 非外物 由此思欲 因为有自私 自律 固结于心 坚固的 执着 凝结在这个心 这有所知见 知见就是意见太多 看法太多 既偏又值又不肯舍 所以啊 就在念心里面 自我一直煎熬 认佛陀 祖师 菩萨 告诉我们 知见立志是无名本 人活着 不要有太多的意见 太多的看法 太多的我知 这样啊 这个团体啊 不愉快 那你本身也活得 煎熬负担 由此思义啊 固结于心 则有所知见 种种的看法 都因为随着思义 变成了偏执狂 而写止 如贪名 贪力啊 只知有利啊 不知有害 竭力以淫为啊 竭力以淫为 或之身败名利啊 是爱妻爱之者 只知道妻子之好 而不知道妻子之恶啊 不知道妻子之恶 因为人呢 一定有好 一定有坏嘛 因此就纵容啊 太疼爱自己的妻儿了 养成祸害 祸胎啊 到最后啊 就荡禅了 灭门 荡禅门呢 就是破禅了 灭门呢 都是因为啊 贪爱 不懂得真心 还有这些爱的私欲 所致啊 就是宠坏了 宠坏了 宠坏了自己的老婆 宠坏了自己的儿女 没有好好的教育她 若将此不合情 理之私欲啊 能够隔出净进啊 这妻子之事事非非啊 就只能知道 所以妻子也是要教育的 儿女也是要好好教育的 名利是得之以道 这个名利要得到她 是要合理的得到 不惜引缘忘求 因缘就是攀附上身啊 也一直攀岩 一直上身 一直忘求 此物也物就是欲望了 先要试得万法 皆是幻望 都是缘起而已 不合情理的财产啊 或者男女的欲望啊 都应当隔除 那意义是 这其实是一件 很容易的事情啊 很易能改变啊 是很容易改变的一件事啊 要不然尽平身之力不耐彼合啊 众读近世间的书 也只成一个衣草 父母啊 随波逐流的汉子啊 圣语如果更严重的 是一只物 只祸患是很大的 若知道这些物欲是无人生死的冤家 绝不另比赞存无心啊 则即兴本 记得正知自显 正知就是佛的正见啊 正知显而意就是诚 所以待人要诚恳 心要正 同时啊 作为一个佛弟子啊 身啊 要控制住身 火意要修 要修好 顺流而导 顺流就是顺着众生 顺着真心 顺着清净的法 而引导将会势如破竹啊 你所到之处 多得到善缘 所以未成道业 先结善缘 先结善缘 有不期然而然 你不必有任何的期待 你怎么样 在灵命中 或者是这辈子自然 就会碰到好的 举个例子呢 北部 我们不讲任何一个点 北部呢 也不算很北的 算是中 也不算中 中在北一点 北在南一点 有个道场 一个比丘 这个比丘非常懒惰 这个比丘呢 你讲什么 都有自己的意见 自己的看法 自己意见 自己的看法 跟所有的道场 跟所有的道场的比丘都合不来 然后他真真自习 自己觉得很了不起 自己是对的 然后大家都远离他 都远离他 那时候结果怎么样 有一天呢 他突然断气 结果 山上没有人 为什么没有人呢 那一天 刚好是摘身 所有的法师 通通出去摘身 剩下他一个人 平常大家就不理他 他也不帮不住别人 祝念 就死的那一天 通通没人 旁边没人 要专门算得那么准啊 时间死还很难 所以在这诸位 你多结善言 你在你灵命中的时候 你也不必想太多 我灵命中 有没有人帮忙我 有的人讲说 师父 我百年后 希望师父加持我 我说 谁死还不知道呢 对不对 谁死还不知道啊 再来 你如果今天 你到死去国外 像我三嫂 他去日本 发生车祸 这谁会料得到呢 他跑去日本 发生车祸了 三嫂对我也很好 我也对自己的嫂嫂很好啊 是不是 那如果说 今天死在台北 那当然我会赶过去啊 偏偏跑去日本 车祸 车祸 是吧 怎么加持呢 所以这种事情啊 很难说 平常啊 还是要多结善言 所以啊 往生是现在的事情啊 不能等到你灵命中啊 现在啊 活着 就要开始做了 人 皆可以为遥顺 人皆可以作佛 一切人民各具名德 一切众生皆有福性 其不能为遥地 顺地之贤人 不能作佛 是为什么 都是因为私意 固蔽 固蔽 这句话很重要 就是 食手那个私心 就是不吃亏 我什么都吃 山珍海味 通通吃 就是不吃亏 诸位 一个人啊 我学吃亏啊 这个人 没有办法累积福报 牺牲一点 没关系 退让一点 有什么关系呢 大家好 好就好嘛 团体好就好嘛 不分 刻念之功 分就是努力 一点都不努力 克制自己的妄想 以变成今天这样子不幸 到处结恶言 谩骂批评别人 随着重结 自解 随着自己自私自愈 自己的欲望 一直转动 自私 造无量无边的业 意见太多 造无量无边的业 这个欲望 难以 束缚 钱财 束缚 生生世世不得解脱 轮回 六道 了无出奇 意思就是 他那些 没有必要的东西 就把自己变成 轮回 实在是很悲哀 可不哀哉 然专于格制为信 格制 就是啊 我们啊 这个 这个 格物自知 穷救 一件事情啊 物的到 到最后 就可以自良知 就自良知 我们的良知 就会显露出来 彻底的穷救事物 我们的良心 良知 就会显露出来 不会以贪掌 为训 但是呢 如果没有用佛法的因果 相辅 那就不够圆满了 不够圆满了 这个格物啊 只讲道理 要以 世修的因果 相辅 而导致 所以十方三世纪 佛所讲的法 绝对不坏因果 统统要叫你要重视因果 守住这个因果 或者是难奋发大心啊 立志修持 这意思就是说 只有在理上 讲格物和自知 来训 是不够的 不够圆满的 这是辱学啊 一定要福家 福助于 佛教所讲的因果的法则 来相辅格物自知的训化 这个训理 这样才叫做圆满 所以不以因果相辅而引导 就很难奋发大心 没有办法发大菩提心 来立志 来修持佛道 意思就是说 只有讲理是没有用的 一定要世修 对着其因果 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 这个就是 到达 到晚上啊 这个八点呢 就是我们最后的 一个开示 八点最后一个开示 那么三天呢 很快就过去了 很快就过去了 好 我们呢 上个洗手间 各就各位 就过去了 一会儿 就过去了 感谢观看